這次要跟大家介紹的是快速街景建築 用這個建築你可以很快的做出日系的街景 它有三個參數可以調整 Top就是頂樓的招牌 Fund就是正面的招牌 Side就是建築物兩邊的招牌 在做街景佈置的時候 我們先不用調整這三個參數 所以我先把它關掉 Shift D 複製 建築就會產生一個新的貼圖 配合的移動旋轉縮放就可以把場景先佈置出來 到這個時候我們再開始調整參數 調整參數的主要目的就是 消除它的重複感 那像剛剛那個音架那邊就重複了 所以我把它換個招牌 然後像這些大樓的側面 可能我覺得比較空 那我就可以把它加一些Fund的招牌 像建築物本身的貼圖比較重複的話 我就複製一個新的來取代它 那我們來看一下裡面的檔案 其實如果你沒有要用這個自動建築的話 我們可以關掉它 那我們看一下我們這裡面有哪些元素可以用 我把它擺在側面 這邊就是我們的側面的招牌 然後正面的招牌 在這 然後 頂樓的 那這些你就可以也可以拿去做運用 那這次的介紹就到這邊 感謝大家 感謝大家